但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 这是考验大家的智商吗 所以难怪今天大家都在怀疑说 是不是就被淹灭 介大使你觉得呢 不但淹灭而且违法 因为今天那个国务委员 郭政良传了一个 一个法律作业规范给我 这个叫海岸巡防机关 海域执法作业规范 这是中华民国91年订定的 最近一次修订 是在109年 3月17日 这是所有这个海 这个说海巡署 他们作业的一个规范 这已经是有细则部分 第九条里面 我念给大家听 海巡人员执行职务 应唯一规定穿着制服 或出示证明为界 并随时以照相录音录影 或其他方式 其他修正方式 保全相关市政 以为寒送主管机关或移送检查机关查处之依据 这是法律规定他要随时录音录影照相 对 那他怎么会说你既然有这个规定 你会没有那个设备吗 不是就讲话就就那你就那你就从致死违法 你这个你这个海巡署东东违 违规自己的这个作业规范 是啊 这个怎么他规范做了以后 你船上会没有录影设备吗 因为说实话 你说这么多的设备 密录器 船上的固定的监视器 这个什么什么低槽 什么他一层又一层 假设你密录器没有开 船上固定设备也有拍 假设这个密录器坏掉 船上是四个人都没有带 然后呢船长室还有一个V8 对不对 现在还有人拿V8 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有各式各样的一个 其实算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各式各样的保险啦 包括这个黑盒子等等 那些什么都没有 你相信吗 就是说这个越来越离奇 这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个怎么讲 这个已经如果说是侦探小说的话 算是比较比较低劣的侦探小说 这严重有损我们国家公务机关的威信 人家还以为你这个你这个国家 还是挺上轨道的 结果你的这个这么重要的 牵涉到外室的海巡团队 居然连这个都没有 可是你规定有啊 对不对 然后你不是把我们的这些海巡 海巡人员形容的都很怎么样 都很打混 所以看起来是我们的四位海巡 你们都违规咯 对 第一个违规 他这个他这个今天他去主持这个记者会的 他们他们不要对这一条自己的作业规范的规定 他怎么做他如作何干想 对不对 那你们就是你们这个机关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混的机关嘛 那说穿了你们这个机关的这个 这个尤其他们那个机关的头 那个叫管碧林的话 那就是现行草包啊 对大草包啊 草包机构啊 你这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这自己的作业规定都行 人家是草包还是太过精算 就是说到此刻为止 而且说实话 你有或没有第一时间就要告诉大家了 不是吗 对不对 那通常我们在办案的时候 假设这个警方抓到了走私或什么之类的 都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啊 证据摆一堆啊 监视器放了一下 尤其是给媒体啊 媒体很喜欢 尤其是如果说他们违规的话 你应该把这些画面给绿营媒体 让他们大波特波不是吗 那你现在没有画面 什么都没有拍到 第一时间也应该要讲啊 为什么忍到现在 而且是挤牙膏的 先说没有画面 然后现在说呢 这个船上没有设备 然后再说呢 这个密錄器也没有 今天又说黑盒子也没有 就一点一点的 大家如果不质疑 他就绝口不提 这个过程 你觉得合乎逻辑吗 合乎科学吗 好 这是碰撞的疑点 还有这个画面上的疑点 我跟你讲 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了 大陆掩盖事实 说没有画面 然后呢 说是我方自撞 请问一下 民进党会怎么说 台湾人是不是会群情激愤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网上认为 国台办取消之日 就是收复台湾之时 一味的贺西尼维持现状 放着大好 这个战机 一物再物 和最近有什么两样 大陆相关单位 压力也非常大 要不然主动交人 要不然上岛抓人 万事需要一个影子 现在影子有了 拭目以待 安抚好遇难同胞的家人之后 相信会有进一步的举措 杀人就是杀人 没什么好说的 有没有 美国特种兵 进驻金门不到十天 金门的海巡队 驱逐大陆渔船 就两人死亡 两个事情 绑在一起讲 金门渔船事件 是谁给海巡署的狗胆 是台湾当局 还是美国呢 死了两个渔民 倒那一片叫 我们的人民 在他们的眼里 像蚂蚁一样 为什么这个事情 没有上热搜 写在写长 说实话 这两天 我们看到大陆的 官方的媒体 整个风向也变了 也开始大幅的报道 还有各式各样的舆论 还有一些评论 以及有官方性质的 公众号等等 都做了很多评论 你不要怪人家 有情绪性 我再次强调一下 将心比心 你能够接受吗 假设死掉的是 两位日本渔民 请问一下台湾会怎么做呢 是不是 大家想一下 回到刚刚那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导播 回到18.1 这个已经讲过了 导播 好 这个王毅说 这个王毅是一个大陆的网媒 有网友爆料 你在大陆写债写还 已经要开始找凶手 当然点名一个人 这个疑似是海巡署 地球海巡队的谁谁谁 网友就喊通气他 等等之类 反正现在就是 情绪必须要有个出口 说真的 最好的情绪出口 就是事实的真相 你把事实真相拿出来 该就责的就责 该赔偿的赔偿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现在绿媒 不断地在带一个风向 就是把这个 开始讲这两位 生还的渔民 昨天才说 我们的海巡很好 反国就翻脸改口 那论述是什么呢 昨天下午搭船 回大陆之前 台湾媒体也问他 海巡队你们好不好 生还者说 好 然后当然 因为那时候已经落水了 所以身上衣服都湿了 说身上的新衣服 是海巡署准备的 然后问回家的心情 生还者说很开心 很开心 不是在台湾很开心 是回家的心情很开心 对不对 就这样 然后现在说 昨天才说海巡很好 很好 那现在就翻脸改口 我必须要这样讲 没有翻脸 没有改口 因为这边是说 海巡对你好不好 我相信海巡对他们 当然不会说什么 一定是待之以理 这是应该的 但是案情 这是两码子事 对不对 你海巡对我好 跟我把真实的案情 讲出来 这是两码子事 这里他也没有说 海巡对他们不好 至少在这一次 被留置的一个期间 所以这是两码子事 我相信大家的逻辑 是很能够分辨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看到 绿营媒体 全部有个风向 就是说 你们怎么不帮 台湾的海巡讲话 怎么都在帮 这个大陆人讲话 还有这个大陆人 分别回去之后 是受到大陆政府的压力 所以才改口 季大使你觉得 会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自由时报 这种报道法 只会把事情搞 越搞越糟糕 其实大陆这个网民 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 就发觉这里面 台湾的不但政府很冷血 还有很多舆论 那更离谱 对人死了 一点都没有去琢磨 而不报道 而且根本就规避 这件事情 然后一段还反过头来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两个渔民 事实上也够可怜的了 对不对 他同伴也死了 对不对 然后被留置了七天 留置的话就是限制 他的行动只有七天 被天天抓去问口供 做了五份笔录 五份笔录 然后呢 你看这样子形容 这两个 这个渔民 就是说反国就翻脸改口 对你那么好 有什么好 人家在海上抓鱼 船被你撞翻了 什么叫对他很好 对我觉得这种态度 是造成两岸之间 尤其大陆网民反台非常严重 那你去看这些绿色媒体的报道 大概这一类报道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到报道什么 报道说大陆的这个海间船 去查台湾的这个观光船 是这种完全建大台湾主权 这种是一种非常无理 这种非常不合理的这种行为 完全不谈 那大陆死了两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成比例 然后反应的话 这种反应的话 事实上我们今天就看 就觉得他这个 这种反应方法 不是要解决问题 对为什么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直从 从民进党政府 到他们这个传生机构 对这件事情所有的作为 是加深两岸仇恨 加深两岸对立 把小事情变中事情 中事情变成大事情 大事情到最后搞到冲突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有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